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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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 他的大女陆芳是08年最多学生遇难的北川中学 1200个死者当中其中一个 陆芳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而死 之后的16年陆西华一直单身 独力养大陆芳 现在他们相计离世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母女两个人的相片 制成合照 10年过去他曾经尝试为个女儿讨公道 不过都苦无结果 新生活又出现种种难题 他说选择面对现实 你在别山法院基本上不受理不与您的 你说单望也好追查也罢 现在的状况你过去追查 说简单一点 你第一没有那个追查的能力 讨要一个公道的能力 为什么 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 这就是现实吧 现实应该就是这样 要说忘的话 可能有些家长愿意把它忘掉 确实是 这个山口也是一个山口 但是它不可能真正忘记 社会不可能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 无法忘记的除了家长 还有他谭作人 这个书本 栽培了血和脑浆 气味很大 大树 这是灯石的血级 鸟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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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没拿过出来 2008年地震之前 他是四川活跃的环保人士和作家 地震之后 他走访多个重灾区 在废墟里面 收集各种证据 调查孝舍倒塌的原因 得出这个结论 根据我们所见 和调查的这种情况的汇总 证实确实存在 有豆腐炸工程的现象 但是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情况 可以说是个别的情况 极少数或者是个别的情况 也就是说 在极重灾区的 两千多所学校 在重灾区 是六七千所学校中间 实际上真正比较 这个可以肯定 有豆腐炸工程的 这种情况的学校 真的就是二十多所 但是他造成的 学生的死亡率的话 应该是85% 或者更高 家长和这种逃生出来的学生 讲的 有的就在操场上看着看着 才要两下 两三下 楼就下来了 就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瞬间的粉碎性的谈谈 这样的话 人是没有机会逃生的 不过调查结果公布之后 无奈 他就被公安拘捕 最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监五年 谭作人这个名字 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标记 代表着因为追究豆腐炸工程 而被当局打压迫害的一个群体 十年过后 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在坐牢的五年时间里 我就思考的就是这样的方法 在法律的轨道里面 在这个法律的框架里面去解决 合法的 比较好的是我出来以后 就看到从这个新的一切 就是四八大以后 确实有些变化 特别在司法这方面 变化是比较大的 他在14年3月底刑满释放之后 就鼓励越难学生家长 尝试询司法渠道解决问题 以上诉取代上访 因为上访的话 你就让成一个群体事件 特别是他们三三两两的上访 不弃作用 他们往往就是十几个 几十个 甚至更多的上百个人去上访 这样呢 就是确实对什么社会稳定 确实有影响 而且跑了很多年 也没有什么效果 说实话 你们试着去到这个当地的基层的法院 有管辖权的 从那个地方开始 从立案开始 首先争取立案的突破 不过这个灵的突破 至今仍然落空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 三次 本来我们都知道 要做推动这个社会的改革也好 变化也好 是非常艰难的 不是一处而就的事 也不是一场革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坚持在现行的国家和法律制度之下解决问题 他由16年开始 每年都向国家领导人发出公文建议书 建议就豆腐渣工程学校的问题 展开国家级别的专项调查 如果是少数人 个别人 当时的 不管是利益集团 为谁保驾复航 那么造成了这么一个 巨大的一个灾难 一个事故的话 我们应该在一个 国家 向政治上的清明社会的稳定的时候 逐步逐步搞清楚这一个事情 让这件也许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得到一个活力的解决 而且把它做成一个依法治国的 不是我们十八大十九大都提出依法治国 一个案例 他说表面上地震伤害的是越南学生家长 不过其实最大的受害者 是整个中国社会 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在 没有这种道德价值 价值观无法统一 那么社会没有一点基本的共识 实际上是从512开始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我希望能够回到这个原点 真正的灾难发生的原点 社会撕裂的原点 咱们回去重新开始 如果我们做到所有的措施或者是罪恶 都用这种方式 用撒谎 用威惧事实 让大家去忘记 用这种暴力 让它去忘记 那么这个社会是个国际的社会 或者这个十年未至的工业 他说准备好再次失去自由 今年是512地震已经十周年了 十周年的话 中国的文化其实比较传统的 十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好像一个什么关口一样 现在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包括坐牢的代价 包括生命的代价 我觉得我应该承担去 我应该负的责任 一个答案 一句道歉 还要再等多少年 付出多少代价呢 马上在四年 我真的就验不下这个桥 我不怪任何人 天真我真的不怪 天真是哪个都算不到的 因为我这个女娃娃就是远的 我就是说是她们跟我娃娃是合卖的 真的 要不是512不非搞家破人吗 真的 我要一辈子她们 我希望她们得到深圳的祖徒 那就是把她们的冤屈 她们是冤枉时 把她们的冤屈和匹派 批判走